2007年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 它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瓷器以外 重要的是里头还有相当的铁器 就是有一部分铁锅 虽然这铁锅沉的海底时间太长 它跟周围都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变成了一个凝结物 但是看得清清楚楚 它都是铁锅 有铁锅就说明我们整体上 整体上的老百姓的生活 跟这炒菜就发生了关联 宋代有很多文献了 比如东京孟华录 他当时就记载了很多 比如有炒什么呢 炒鸡炒兔炒咖喱炒螃蟹什么都有 你知道今天我们仔细想 我们炒菜炒个大白菜炒个萝卜都比较容易 你真炒个鸡炒个兔 那好像得上餐厅 餐厅得有专门的厨子帮你炒 因为你自个儿炒 有时候炒的不那么好吃 或者说炒的不那么够火候 中国人炒菜讲究的就是火候 你比如炒鸡这事 炒鸡炒不好 这鸡肉啃不下来 对不对 我们我就愿意吃烧鸡 为什么烧鸡 脱骨 脱骨爬鸡 吃着多香 炒这一鸡 鸽嘴里光嚼了 里头各种小骨头老剃不干净 吐出去吧又舍不得 不吐出去吧你也啃不干净 所以炒鸡是个技术活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炒鸡炒兔这种事 已经很普及了 那证明我们的炒菜 大幅度的提高了一个水准 这个水准跟我们今天差异性就不大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文献记载 你比如刚才说的 这个东京梦华录里有什么 有曹婆肉饼 跟今天的肉饼没啥区别 有薛家洋饭 那估计是羊肉炒饭 还有薛家丛食 丛食丛食就是腐食 什么点心 小吃这玩意 还有这个徐家护羹 什么郑加油饼 你看他都有品牌意识 就跟我们今天说的 海参炒面差不多 宋代人呢 那时候他人呢 吃的这个味道没有我们现在丰富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佐料太多 太多太丰富 宋代人你比如吃辣这件事 宋代人就没有 他吃的那个辣是辛辣 是那种生姜啊 胡椒芥末啊 什么靠这个辣味 是辛味 北宋初年啊 宋太祖呢 他就问那个大臣啊 大臣叫苏毅俭说 说这食品称真呢 何物为罪 你说这食物 这个真品 什么东西 最重要呢 这苏毅俭就说呢 食物定味 没有什么固定的味道 适口者真 就是你喜欢吃 就是最好的食物 哎 他说的就是有道理 我们今天有时候啊 吃点这个稀稀古怪的山珍海味 没啥可吃的 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就是普通的这些肉啊 那古人呢 把这种无上的美味呢 把它调成汁啊 这种汁呢 他有葱姜蒜啊 这个把它捣碎了 然后呢 有的呢 他对点胡椒和盐混合着 我们今天啊 对这种佐料呢 都特在意啊 吃饭的时候 要配合着佐料 其实我都是比较主张 吃本味啊 就尽量的吃本味 不要过多的依赖于佐料 尤其不要过多的依赖于蘸料 就吃饭的时候 本来菜就有味的 你再蘸着料 那就光吃酱油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时候烧火做饭啊 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你是烧气 大部分今天在中国 走到哪儿 基本都烧气了 或者烧电 可那时候还要烧火 烧火做饭是有乐趣的啊 我们今天已经 没有点火做饭的这个乐趣了啊 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 还都是每回先把火点上啊 灶里都是冷的 先用点易燃物啊 把这个柴火给引燃了 然后往里割煤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用煤啊 用柴火做出来的饭菜 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锅气的 嗯 锅气这事有点意思啊 你跟厨子聊天 厨子老说这菜得有锅气 什么叫锅气呢 说不清楚 你跟外国人说 他听不懂 锅气中呢 有的菜呢 是直接让那火苗子得进锅 你看你到这个餐厅去啊 你看后厨啊 那颠勺的大火苗子 不停的舔锅啊 这种就叫锅气啊 你比如这个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 有一道名菜叫火燎鸭心啊 他一定让那大火苗子进锅 来回舔他的这个食材 让他这个食材上 有那个火苗子了过的味道才好吃 所以这叫锅气 今天啊 这素食就没这锅气啊 今天这素食 拿水一泡 或者怎么一热吃的吧 这个差点意思 所以这素食永远顶替不了中国复杂的一个烹饪 说到这儿啊 忽然想 就说了半天了 所以你这边一开始 给我们看一件东西 不给我们看了 我们再给你看一件东西啊 看一件东西 你就知道这个 我们的烹饪技术 有多么的神奇 再看看 看我没有拿回一东西来啊 给你们看看 这是一个 呦 这东西这么小啊 太小了啊 这是一小盘 看见没有 前面是什么呢 蔬菜啊 有西红柿 有瓜 有黄瓜吧 这是茄子啊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人啊 有送以后 送袁明清 我们蔬菜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 它给你画成官窑里了啊 官窑画这个 多牛啊 哎呀 当年啊 我去瑞士啊 所以瑞士呢 瑞士有个包尔博瓜里就有这样一个盘子 看完了以后呢 觉得哎呀 这个盘子太神奇了 哎 没想到这么多年啊 这个经济流动的快 在国外的拍卖行上碰见这么一块 买回来 让大家看看 中国在中国的啊 清代宫廷 把这样一些蔬菜花的盘子里 说明他对蔬菜的认知 也说明蔬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堂节目里讲了大量的文物知识 但也是挂一漏万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文物知识呢 下载官复APP 上面还有上千份文创周边的好礼 以及现金券啊 过节送给你们 现在下载并注册官复APP 进入首页 直接就去抽奖了 我们讲了半天啊 中国菜呢 就是一开始是煮啊 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非常的漫长 我们忘少说了啊 也得有个两三千年的时间 中国人吃菜主要是以煮为准啊 搁点盐就很好吃了 那么到了宋代 由于铁锅的这个出现啊 这个食用油的出现呢 人开始炒菜 炒菜的这味道往往是很鲜亮的啊 你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的炒菜有什么呀 有爆炒土豆丝 对吧 有咸口的 有酸辣口的 都好吃 他就要那个爆炒那个劲啊 几分钟下锅 广东炒菜里有些炒生菜 基本上就是论秒计的啊 炒这种菜是论秒计的 而不是论分钟计的 所以他要求有速度 当高温高速炒成的菜呢 它会有一种蔬菜的新鲜香味啊 所以非常好吃 中国人这套技术 不是每个人都学的会的 我觉得外国人学的技术都不怎么遮啊 他们都是考来考去的啊 把一个蔬菜弄得煎得都蔫巴了 才给我端上来 不好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家里人正在那炒菜 你在旁边站着啊 别说话啊 说话招人讨厌 就是人家炒菜往盘里啊 甭管家里是谁炒出来 甭管是你妈炒出来 还是你爹炒出来 还是你儿子炒出来 还是你女儿炒出来 还是你的对象炒出来啊 炒菜往里寓成 那个感受啊 极其神奇 他除了菜本身 还有亲人的一种操作在里头 他有一种亲情 我们实际上吃饭的时候啊 吃的不仅仅是饭菜 很重要的是一种亲情 小的是说一个家庭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大的是说的是一个民族 在几千年中的文化积累 给予你的一种文化信仰 中国人就是这样 中国人啊 在吃饭这个事上不遗余力 我们的厨艺之复杂 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 我们有大量的菜 只有专业厨师能给你做 你自己做不出来 你多喜欢你做不出来 你没有那个功力 我经常跟一些厨师聊天 我喜欢跟厨师聊天 曾经跟我一个厨子聊天 这厨师特有意思 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做饭呢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吃饱啊 我学了厨子 我就能吃饱了 所以呢 我从开始学厨子的那天起 两头没见过太阳 早上起来 太阳还没生起来呢 我就进了厨房了 晚上每回下班 收拾干净了以后呢 都顶着路灯回家 几十年如一日 最后人家熬成了什么了 熬成五星级饭店的主厨 人家本事啊 学习中国的烹饪技术 中国烹饪技术太复杂 煎炒烹炸 熬炒孤独顿 各种方法 还有你都说不出来的 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个 这个饮食节目 将来有机会 一定腾出功夫来 做一个饮食节目 让大家从 视觉感官上 和从道理上 彻底的 也别说彻底 就是大致的明白 中国烹饪的这种 玄妙之处 它不仅仅是好吃 更多的是 它培育了很多 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 你俩是做一顿饭 一块动手 那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我们再可以看一件东西 这东西好吧 这东西都认得吧 这东西太认得了 这个东西 火锅 火锅没有人不认得 在中国大江南北 谁都认得火锅 当然现在这么好的火锅 不太常见 看到 打开 让你瞧瞧 这里的汤还挺大的 我都想 它开始涮肉了 看到没有 这种火锅是传统的 这种加热方式 在这里置于红炭 我们今天置于红炭 还能烧开水 这是进风口 过去火锅就这样 大桶火锅圆的 中间一大烟囱里都搁上红炭 这火锅 今天大江南北 都吃火锅 各色火锅 充斥着大街小巷 但我跟你说 这火锅普及 就是近几十年的事 我小时候吃回火锅 天大的事 北京就有一个东来顺友 别的地方根本没有 而且我记得 小时候路过东来顺 都是巴里头 往里瞧瞧火锅啥样 冬天的时候热气腾腾 火锅这东西有意思 它就是它能够让所有人 都围在一锅上吃饭 显得热烈 这个火锅的起源 我这火锅多少有点挡了 我给你挪一点 火锅的起源 历史上 众说纷纭 你看海昏侯 墓葬里出土那东西 是不是火锅另说 那么我们说的火锅 我们今天说的火锅 不是你随便拿一锅就涮 按照过去的说法 这火锅中间一定要加热的 我们今天有的那小火锅不加热了 它是靠别的加热 靠电或者是什么 靠蜡烛 不是什么蜡烛酒精灯加热 过去都是靠红炭来加热 我们说的这种火锅 一般指的都是这种正经的 热量是从正中心向四周散发的 那么明国时候 晚清明国的时候 那铜制大火锅 红铜的都这么老子个儿 就一般来说八个人一桌 十个人一桌就围一个桌子上去吃饭 这种火锅呢 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 要吃这样一顿涮肉呢 在北京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了 这个火锅呢 历史上啊 虽说有流行啊 一说唐宋时期我们就开始流行了 其实它流行程度偏低啊 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火锅 这么多式样的火锅 我们今天火锅啊 南北南北方各种 现在一去这个火锅店啊 最重要的就是鸳鸯锅 因为有人不吃辣的嘛 一半红汤一半清汤 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重庆时候吃的那个火锅 它就它就是辣的 它没有不辣的啊 那一口差点把我蜡死 尤其是夏天 而且是大家围着一个锅 这锅周圈的人谁也不认识谁 中间有格子啊 夹着就吃 我记得跟我跟另外一人俩人 分了俩格 那时候不懂啊 那格是上面不通 下面是通的呀 结果我算一步什么玩 是个鹅肠啊 还是什么 一把没拿住啊 从底下上人家那格去了 我这还想掏回来 那个人家里就搁嘴 搁谁那个格里就是谁的啊 没人去分 今天你很难跟不认识的人吃一锅了 那时候那一桌子上几拨人 互相不认识 各吃各的啊 自个儿算自个儿的 所以不能松筷子啊 即便加上东西松筷子也是 边松边加边松边加 别让它溜了 那么火锅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兴起呢 还是到了清朝 尽管我们的宋元明清都有人吃火锅 但是真正到了清朝啊 由于满族人的饮食习惯 又由于康熙啊 和乾隆时期做的千走宴 然后导致 你想它冬天那么多人 上千人几千人 吃这个 吃吃饭 你不吃火锅 那你怎么能够吃热的呢 对吧 我们今天啊 大型宴会 只要你们有机会吃大型宴会 什么叫大型宴会 一百桌以上的 你吃那菜基本都是凉的 要不然南方就有招啊 我去苏州吃过全蒸席 所有的菜都蒸的 拿着来以后就特别热乎 但是如果有炒菜啊 人太多啊 场面太大 它就容易凉 所以火锅呢 就变成了中国人聚会中啊 体现一种热闹 又都能够参与的 这样一个饮食方式 我们可以想见啊 就大年三十今天 如果全家人涮一火锅就比较好 为什么呢 没人闲着 大家都一块去忙活 你想想家里人最怕的是 年三十做饭啊 家里老太太煮勺啊 或者儿子煮勺 那大家都是享受的 他一个人忙活 有点于心不忍 所以吃火锅最好啊 我有时候也是想家里来朋友了 省事 叫火锅 现在火锅 也能给你切好了 都送家去 所以中国人的吃饭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啊 从最初的煮到最后的煮是一回事 我们从那个青铜圆顶中的煮肉 到最后火锅里煮一下就吃 这中间间隔至少三千年 三千年来 我们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发生变化 中国人的吃饭的精髓是什么呢 我一开始就说了 是热的 中国人一定要吃热乎的 饭菜放温了 这饭都吃不愉快 一定是热菜 夹到嘴里烫 那才叫有感觉 我们今天是大年三十 我们就讲了讲吃的变化 三千年来 或者说三四千年来 乃至有中华文明以来 我们饮食的形成和变化 这个变化非常丰富 我们只做了三个节点 第一个是煮 第二个是炒菜 第三个呢 涮锅子 我们只挑取了这三个片段 让你们能够有机会 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体会一下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的变迁 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中华文化的同时 享受了自己的饮食文化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中国人的胃是最爱过的 中国的饭菜呢 因为它复杂 它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味蕾是复杂的 我早年出国 在国外多么好吃的饭 都是吃不了几顿 然后就想吃中国饭 中国饭多么的简单 一碗面条 一碗炒饭 都让我们吃得非常的快乐 我们现在过年 大家都特别注重的是团圆 因为生活变得非常好 过去我们过年 最重要的事就是吃 其实团不团圆 在不在家 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就是年三十这天 一定要吃顿好的 即便我在农村 回不了家也得吃顿好的 中国人吃饭 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呢 是要吃热乎 中国人觉得吃凉东西 不算一顿饭 只能算凑乎 但西餐不一定 西餐有时候它就是凉的 所以我吃西餐就非常的不适 自从远古时期 我们发现火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 比如野火 把东西烤熟了 然后人类就对熟食 就慢慢有了兴趣 渐渐就成为了饮食的一个主流 吃熟的 不吃生的 尽管我们今天也吃点生的 比如拌菜都是生的 但是中国人是以热食为主 因为热食它容易消化 我们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 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做饭的方式 它这个跟西方人比较起来 我们全是烹饪高手 那我们最复杂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什么呢 说穿了其实是一特简单的事 就是一个煮 煮饭是一个本事 我们今天觉得 这主有什么新鲜的 我先告诉你 主决定了中国人的饮食思维 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我们站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这个场景里 所有的文物呢 都是真实的 我们看到黄花梨的画桌 椅子 案子 床 柜子 衣件 还有紫檀的价格 这些都是真实的文物 这件也是 这是一件青铜圆顶 我们大部分见到的顶都是带耳的 这个圆顶不带耳 就更接近于我们今天那个锅 这是一个青铜的圆顶 跟你们常见的这些有名的顶 比如这个大克顶 大鱼顶都不一样 它没有耳 它有一盖 这盖非常的神奇 当它翻过来的时候 这三个犀牛呢 就可以平稳朝地 相当于一个盘子 这是有名的圆顶 这样的青铜顶呢 在古代的时候 就是一口大锅 打开以后 里面就可以去炖肉了 我们有很多青铜顶 出土的时候 里头都有食物 有骨头 可见当年就是一个锅 这青铜顶 不管它什么造型 它原则上 历史上 它就是一锅 2010年的11月 陕西省西安北郊 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一个墓 这墓里呢 有个青铜顶 这顶里呢 有半顶的骨头汤 这是中国考古界 首次发现 2400多年前的一个骨头汤 这顶呢 虽然不大 20多公分 里头浸泡的骨头 有什么呢 有足骨 脊椎骨和勒骨 它有可能是鸡啊 或者是小羊的骨头 汤色浑浊 那么这些骨头汤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 这东西就是一锅 中国人认为 民以石为天 所以它这个锅 就很重要嘛 民以石为天 这锅就很重要 那顶呢 它就是一锅 所以在历史上 它就形成了 国之重器 比如我们常说 一言九鼎 鼎立相助 群青鼎沸 忠明鼎石 这说的都跟顶 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自从青铜鼎 出现以后呢 它多了一层功能 这个功能呢 它在祭祀中呢 它成为了一个 重要的礼器 我们今天说 青铜鼎 往往都说 它是礼器 实际上 它是石器的一种 那么夏宇 曾收九木之金 铸九鼎于金山之下 以象征九州 并在上面 眷刻了 齿眉王俩的图形 让人们警惕 防止被其伤害 自从有了 与铸九鼎的传说 你们俩过来 你们俩别在那吵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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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吧 来 下来一个 飞飞 来 来 过来 别把站窝 大家那么大的床 多睡几个没问题 就好了 那么 自从有了 与铸九鼎的传说 鼎就从一般的吹具 发展成 国之重器 灭国以后 这鼎就要迁移 夏朝灭了 商朝兴 九鼎迁于商朝 商都的伯经 商朝灭了 周朝兴 九鼎又迁于 周朝的稿经 从商到周 把定都建立 王朝都称之为 定鼎 所以我们就说 定鼎中原 是不是 九鼎八鬼 也成为中央政府的 一个象征 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就这样确立了 那么有顶以后 你知道 这很多东西 就会发展起来 这个 我们的餐具 我们的餐具 中国人最独特的餐具 是什么呢 不是勺子 也不是刀叉 中国人刀叉 勺子都有 我们独特的餐具 是筷子 筷子我们有多少年的历史 不清楚 至少三千年以上 因为早期的筷子 无非两根木头 那两根竹子 很快就烂掉了 那么 我们的墓葬里 战国墓葬里 也出现过 这个 参叉 刀子就不用说了 早就有 但是 参叉以后 为什么战国以后 被淘汰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 大量的吃 煮食 你想想这个汤煮出来的东西 你刀叉都使 这不好用啊 你筷子最好用啊 筷子可以在里头捞啊 你勺子只能快汤啊 但筷子 吸筹都能对付 我们为这期节目啊 准备了很多很多文物啊 随时我都会拿出来 给你们看看啊 比如筷子啊 筷子我就准备了一副啊 我先拿出来给你们瞧瞧 你看我们这筷子装盒里 这有一对筷子啊 到这给你瞧瞧 展翼 看这筷子没有 讲究吧 八棱的啊 中间还有这个防滑的装置啊 我们拿筷子 看见没有 它提示你最多拿到这个位置 再不能我靠前了啊 不能这么拿 拿筷子一定拿后半步 那么筷子的出现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们早期是用这种主食为主的啊 就是把食物煮熟了 为主的一种饮食方式 所以才用筷子把它捞起来 筷子的用法太多 而且筷子筷子的材质也非常多啊 那筷子是无所不能啊 第一呢 它能断啊 加是它的基本功能 把它加起来吃 然后断 截隐藏 搅拌 挑扎啊 你想想 串 干什么都行 滑 包 一根筷子可以包馄饨啊 我见过这包馄饨是这样 拿着馄饨瓶 那筷子一舔肉 啪一卷 啪就扔锅里去了 所以这筷子的功能啊 无所不能 中国人只要有一副筷子 就可以很好的吃饭 能够很快乐的吃饭 我认为啊 这个 其他什么餐具都没有筷子 能让人吃饭快乐 所以这叫筷子啊 快乐 不会使筷子往为中国人 记住我这句话 每个人都要学会正确的使用筷子 让你一生吃饭变得十分有乐趣 是因为你筷子使用的好 如果你只是勺 你想想 我们吃个炒饭还行 你吃个面条 那勺怎么吃 对吧 你拿勺子吃饺子 你想想 那能吃快乐了吗 他快乐不了 当生活贫穷的时候 一锅煮是最简单的吃饭方式 他甚至可以把粮食和菜 全搁在一起煮了 吃着也很香 营养也很丰富 也很容易消化吸收 那么 中国人啊 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 很长时间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烹饪都是以煮为煮的 那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炒菜呢 这事有点意思啊 古人是不炒菜的啊 我说的古人是 起码秦汉时期的古人是不炒菜的 什么时候开始炒菜呢 以文字记载呢 到了南北朝时期啊 贾斯杰的齐民耀树中 第一次出现了炒菜 那他炒什么呢 炒的这东西到今天你们还在炒 这叫炒鸡蛋 那炒菜我们说北朝时期就开始有炒鸡蛋了 那是不是其他菜也有吗 没有 我们至少在唐朝的时候很难找到文献 就是看到我们的古人是在炒菜 我们还是都煮菜 还是靠熬煮这样的方式 往最好听了说是炖 这种方式做菜 但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 宋朝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